以下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欢迎又来到《我指想身体健康》这个环节 今集我们继续带来 Agnus和Unit 和我们谈谈情绪管理的问题 两位都是专业治疗师 我们上一集说到一般情绪病 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都市病 大家应该去关心身边的朋友 但另一个更加想关注的问题 就是学童和青少年情绪问题 其实也困扰着 因为最新在五月的时候 成大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访问了九百多个中小学生 发现有超过一半 五成以上的受访的学童 都曾经想过有自杀 其实现在有很多不幸事件发生 今集我们要谈谈 学童情绪的问题 特别是青少年 如何去发现和治疗 譬如Agnus和Unit 你们可不可以谈谈 现在的普遍性 是否已经去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 其实我们也认为严重 因为我发觉 刚才在这儿谈谈的时候 小朋友的问题 心理问题越来越不清发 以前我们发病可能是三十多岁 四十岁开始 医不症 症状 但现在小朋友有些小到 可能四岁多 六岁 一些幼童 可能未回小学 或者刚刚回一年班 他一开始出现情绪问题 当然小朋友出现的问题 与大人比较 严重上没有那么强 他会比较轻微弱 未去到那么严重 但大部份家长求助的原因 是因为他影响学业 我觉得家长来看 多数是小朋友不肯上学 或者读书里面有问题 可能有些不专心 或者有些早上不稳起身 在校团打架 这些行为问题 和读书 他们就会去求助 我们都觉得是越来越严重的 可能是压力的问题 当时坊间他们会说 香港的教育 尤其是清少庭 就是TSA BCA 很多这些 我都会觉得是 香港教育比较很紧张 他们很紧张 很紧要 每个人都说想赢起起跑线 是的 但我觉得除了教育以外 父母很紧要 其实教育 我们看回1975年 那时候 某些电台播放那些 都是赢起跑线的 其实是40年前 其实以前的教育 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你会看到 父母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就是可能 明明 我也有小朋友 明明知道 他可能 都是七八十分那一堆 为什么你要押忍到 他在二三年 就已经科科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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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那些父母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的 他会觉得 个个都亡子成龙 那 难道你想他 口底背的 那你明白 你不可以要求一条鱼去爬树 是的 他是游水便游水 所以 所以在我们的角度 很多时候 父母 他们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就全部都推到小朋友身上 而小朋友 他们经常都会说一句 就是 你只是读书而已 有多大压力 是的 这件事其实很大 然后到 他可能 自尋短见压 死了 你又会觉得 为什么你不跟妈妈说 有多大件事 就是考试 有多大件事 又是你告诉我 读书是我最大的责任 但是到现在我死了 你又觉得 你为什么要看得这么大 所以很多时候 父母很多时候 都是去到最边界 你真的去到他们 要死那一刻 你才会醒觉 所以我觉得 就算社会 很多现在年轻人 会觉得政府 社会 教育 哪一个机构 我觉得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 就是家庭教育 如何大大的小朋友 他们都 充满爱的小朋友 是不会去吸毒的 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父母教育那里 多放一点的心机 而不是人云亦云 他三岁 懂得游水 懂得弹琴 懂得拉琴 懂得跳舞 我那个什么都不懂 他现在有问题了 其实是你自己 认识了小朋友 然后就带他们来 就是他可不可以 专注一点 他可不可以聪明一点 他可不可以听话一点 其实很多父母 只是要求小朋友 做一个机器人 我叫你坐就坐 站就站 其实很多时候觉得 学校里面 可能幼儿园的老师 都会觉得 乖的小朋友 就会疼一点 是 一定的 一定 在我们的角度 其实 乖的小朋友 才是聪明的 他有自己的世界 他会知道 我喜欢与不喜欢 但是反而 家长或者是老师 都会喜欢一点 你坐下 我坐 你吃吧 我吃 你走 我走 这些不是聪明的小朋友 我们会觉得 另一个关注的问题 就是之前看报纸 看到有报导 有些家长 为了寻求更加好的成绩 就被羊斗 对了 被寻明斗的小朋友 甚至我曾经听过 有学校 即是 暗示 暗示 父母 不够专注力 你不如 给他 吃一些 药 其实 这一件事 我当然听到 会有些问题 但在 自由的角度 应该如何 define 我吃不吃这个药 我觉得真的要由精神科医生 而不是老师或父母自己去自行判断 自行判断 其实就算聪明搞得好 有些父母会觉得 小朋友有时很夜睡 尤其是暑假 很夜睡 很烦 他会被伤风感冒药 吃了之后 等他 因为眼睡 快点睡 他就很快睡觉 他说有写的 6至12岁就吃5ml 吃了之后 他会快点睡 我会快点多些自己的时间 其实很多时候 真的要回去 再转头一点 就是 你生孩子就知道 他会用了你很多时间 头10年 10年之后的父母都会知道 你想他拖你也多难 你想他犯你也多难 所以 有时要想一想 是不是要这样 没有坏的 伤风感冒药 他常常会流鼻水 所以 何况是聪明斗 因为聪明斗 可能坊间 实在太多 尤其是现在 很多女妈妈平台 是 会觉得 大家传客传客 说 儿子吃了A 他高了5分 然后 如果他再带些 你加上B 我想他数学 可以100分 所以平台传客传客 很恐怖 很恐怖 如果真的没有 正式专业的评估 有病 ADHD 之类 我们是不见别人吃药 因为药始终也有副作用 长期吃他会依赖 他每次考试就吃 每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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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父母 你自己的态度 也会影响到 你小朋友的 情绪的发展 所以做父母 要留意一下 我也想请教 作为 现在的 学童情绪问题 越来越 可以说 年轻化和普及化 其实 又是 去到一个 界定 譬如说 如何界定 先说 不讲专注力 专注力不足 或者ADHD 只是说 抑郁症 或者情绪低落 如何界定 他们需要求医 同样 情绪 直接影响生活 就像刚才说 回不了学 这很重要 或者有时 有两类 情绪激动很大 但没有情绪 你也要看 小朋友常躲在 不讲话 不讲话 有时我做些个项 都会分享 小朋友 跟家人聊不到 跟父母分享不到 他有困难的时候 他试图自己解决 或者问朋友 有些是解决不到的 解决不到 他们有时 会想一些负面 可能是自杀 或者其他问题 当父母留意到小朋友 当然 我都明白家长 虽然家长的责任很大 但现在社会很大压力 父母是工作上的压力 其实有时 他不知不觉 带回家 亦都没有时间去处理 因为我曾经有个小朋友 说他可能一个星期 都不能跟父母说三句话 他明白 小朋友明白 因为父母要做事 要赚钱 但家长有时 自己都可能有些身不由己 真的要去其他地方做事 或者根本他安排不到时间去备家 某程度上 我们都要看回 小朋友的问题 有多严重 就是 影响得到生活 影响得到学业 这些是家长比较关注 或者情绪的失控程度 跟出家人比较 可能某些事 为什么他反应是这么大的 或者他完全没有反应 我们要看他的精神 或者有时小朋友 有时小朋友 是会生病的 其实他也是一个精巢 其实他也是一个精巢 有压力令到身体出现问题 睡不着 我也有些小朋友 很小时睡不着 我们以前小时 都可以睡得很长时间 但有些小朋友 真的睡不着 失眠 有些是焦虑到 整晚发暗梦 整晚震 我这些说 我睡觉时 整晚都是震着睡 你就会知道 这些症状 是反应身体的一些状态 家长就要处理 当然我们第一步 不是立刻要看医生 第一步就是和他聊 我们一直说 沟通很重要 现在我们发现 很多时候 父母和子女的沟通 其实很少 我曾经有一个家长 我和他说他儿子的东西 他完全不知道 我用两堂的时间 我知道他儿子所有的东西 他是十几年都不知道的东西 因为有很多时候 他们不太懂得和子女交通 又或者子女不太懂得和父母交通 是互相的 他来到他是不平口说话的 但是看到家里 他不会说一句话都不说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重要 你了解了他的心理状态 有时可能谈完之后他会无事 未必一定谈起身 但当然他的问题 要去到很严重 你就要去找主义人士帮 我觉得第一步是先去留意他和沟通 这两个是重要的元素 那说到他的治疗 刚才Agnes也说 父母很愿意带小朋友上治疗 因为其实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你影响了读书 影响了成绩 这个其实我也很明白 但是治疗呢 治疗是否都是行为治疗和食药治疗 我们会说心理治疗 和行为治疗在一起 而在小朋友的社会 我们更加不太着重 不太主张去吃药 因为吃药有很大的反效果 所以当他可以做到 因为其实小朋友这么小 除了你真的验出来他的基因 或者是脑部缺小脑一样 如果不是 其实你吃药只不过你即时的效果 即食面感即时的效果 不再痛苦了 即是他没事了 但不等于里面解决了 你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反而心理治疗 就是他可能有些的误解 可能他父母有些的误解 我觉得妈妈也不理我 他只是想着上班 只是看着我成绩 但未必 妈妈关心你的时候 可能你又拎头去打机 你又不觉眼 所以可能这些拆解了 就是内心原谅了他们 其实你们和你对话中 带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想你有一个个案都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现在的父母真的没有时间 可能我用金钱去弥补我 对他们没有时间照顾 很多人可能知道小朋友有问题 带上 你弄定他 我给钱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 一听下去 就已经是很合理的做法 但这个也是很现实的情况 其实作为我们这么忙的家长 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 怎样去遇到这些情况 我给你 但又是很无奈 那我可以怎样做多一点 在没有时间做多一点 去帮我小朋友呢 通常我们帮小朋友做 我们都会先和家长了解 多一点和他的关题 我们都会希望家长背合 当然 例如小朋友来三次 你来一次 因为有时 我们发觉大部分小朋友 情绪都与家长的关系 例如家长可能脾气大一点 小朋友也比较大一点 家长焦虑一点 小朋友也会焦虑一点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存疑 而是一个感应或影响 例如他见到父母 有个案子 小朋友的情绪很容易发脾气 但我跟他谈的时候 因为他见到有妈妈 会经常吵架 所以有时夫妻关系 都影响小朋友的情绪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 因为他在日常生活里 他吸收回来的一些反应 如果家长不明白 他会继续跟 譬如我方的太太 或者妈妈 和爸爸不断吵架 希望小朋友是很平静 有时这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身教 问题 因为小朋友是很容易 被父母的情绪影响 当然我说时间的问题 我们尽量要抽时间 有时有些沟通的方法 我们会教家长和小朋友 去到青少年 例如去到现在 其实他们很早熟 去到12岁打后 去到18岁 或者我们所谓21岁 12至21岁 这些他们已经开始 自己思想 他们不会听父母说 他们的情绪问题 会不会是难些根治呢 在我来说 我还有很多都是青少年 我觉得不会 但是你要和他同步 很多时候父母 会用了 你看他的头发 又遮到这样 我妈妈不流行 像阿姑那样扎起 或是收到平一平 摄得两只摄夹 有时我都会说 你只要和他同步 和他说他喜欢YouTube 喜欢打机 说多些东西 我便送他去打机 不是 我们要同一个平台 这样聊天 他才会让你走入世界 这个很简单 你看到他穿衣 他很喜欢化妆 他很喜欢扮漂亮 你便跟他说一下化妆扮漂亮 你这个是不是会好些 妈妈试一下这个牌子 会好些 你这样才会容易 而不是说 你为什么又画得这样出街 你看你的衣服那么短 你看你的褲子 你看你的头 他每走出来一步 你从头到脚尖都觉得他的不是 他自然不会跟你说话 不会跟你沟通 很多时候 这个不是Generation的问题 是你可不可以进入他的世界 因为有时我们都会和父母说 我们都年轻过 是的 我们都会想不回家 我们都想十二点多 两三点才回家 出去玩通线 是的 但你忘记了 很多时候你忘记了 你都年轻过 你都想反叛过 所以很多时候父母就说 我只是试过这样不好 所以我想他现在很好 我不想他跌 我不想他碰 但在我们来说 你不碰又怎么大呢 所以你试试和他同步 先说 这个打机真的好玩吗 我看到头晕 不会的 你这样就不会头晕 大家才有互动 才有事情谈 当这样的时候 你很容易进入他的世界 当进入他的世界 他就什么都会跟你谈 所以我们经常说 父母不是选一条路给小朋友 你陪着他走 即是他想走这儿 当然 不是叫他跳下街 你都会陪他 只不过 这儿是否高了一点 不如先走到这儿 他们就会容易和你沟通 先认同 后避意见 因为当时父母的习惯就是 他说什么都会说No 先骂了 但我们先认同他 你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一件事 因为有时和一些新娘聊的时候 他发觉不想说给妈妈 是因为说真的都会骂 然后反应就是 我说他肯定是骂的 他说不是 甚至有时我有一位小朋友 他只是说听到声音 只是幻听的一个精彩 家长就完全不理他 就是说是假的 一路这么多年 即是两年 他一路都睡不着 是因为他听到声音 其实这就是严重的一些 就是我们的精神小思的问题 所以如果家长不认同 他们就不会继续说 认同跟着才说 当然我们认同 不是说他错都说对 而是是 好像小姐说 是也挺好玩的 那你玩一会儿 你就会做功课了 你不是说 你不要玩就做功课了 因为有时娱乐是要的 打机好玩的 就是我明白的 我都跟小朋友聊天 他说打机好玩 他说是是 如果你一开始说 不要打机 他再有什么跟你说 没有了 我有些机器 蓋着枕头 蓋着一张皮 躲起来打 打通室 第二招机在屁笼里面 所以有时 我们完全去拒绝 他们的 他们说的 他们想的 他们就不会再跟我们聊天 这样的沟通 今天非常好 Agnes和Yunit教了我很多 去关注小朋友的健康 还有做父母 比我们这个年纪 可能上一代比较打骂 父母 但这一代 其实要学习和他们 进入他们的世界 才是和他们同步 去关注他们的情绪 好 今集又谈到这里 下集回来继续讲解 其他情绪健康管理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